我現在要去吃那家叫Bresa Cafe 這一區的建築也比較白一點 來 各位 有沒有我說的那種感覺 白的 那我們快走到了 這是可麗餅 絕對是法國人必吃的東西 它其實這家非常有名 Bresa Cafe 超棒的 它給我一個全法文的 完全看不看 來法國必吃的啊 而且它這是紅耶 他們自己手做 好好吃喔 Amazing 它的那個蘋果有點焦香味 感覺是那種焦糖蘋果 而且裡面是熱的 這個融化成這個樣子 可惜耶 我現在只有一個人吃不了那麼多 因為我們家要吃很多東西 不然大家都很推他們的 鹹的那個可麗餅 鼎鼎大名的花生咖啡廳來了 好的 各位 我們點到咖啡跟熱巧克力了 他又給一個這個小小的福吧 應該是這樣吧 超燙的耶 很多人就說來到這邊 一定要喝他們的熱巧克力 我就想說我真的是天氣熱到要吃 你知道我喝熱巧克力這樣不行 所以我又點了一杯冰咖啡 他們熱巧克力算蠻濃郁的 還蠻適合配一個Charris在旁邊 雞拿棒 OK 我覺得這個熱巧克力算是這邊必點啦 因為每個人都說要點 然後他們這裡的甜點也算蠻不錯的 如果說你有比較多一點味的話 你可以來點一些甜點 相對來講咖啡就是比較沒有什麼甜味的 我應該加一點糖 因為這個熱巧克力跟咖啡那個甜度有點差 唯一一次來巴黎的話 我覺得豪盛是必須的 我們現在來到馬黑區 要吃一個我知念念不忘的 Legifelafel 就是這家好吃到驚人啦 Felafel Special給大家看 因為它是Festelium沒有看到 它是素食的 那如果說你要吃別的話 它有別種不同口味可以點 還有加醬了 還不錯 超級大 它有股濃濃的花生味 這個裡面有加費很多的菜 有些高麗菜啊 番茄啊 是油炸的 這個呢其實算是這家店必吃的招牌 然後它一個呢也不貴 檸檬配上這個 才11塊耶 算便宜吧 這是中東口袋餅喔 大家可以來吃吃看 經過一番封城樸樸 我們來到這家甜點店 哇 它的蛋糕看起來好精緻喔 但是現在有檸檬塔嗎 只有草莓塔 我們來開箱蛋糕囉 好可愛 季節性的水果都在這個裡面 然後有草莓 有慕斯 有什麼都有 那我們就來吃看看好不好吃 我覺得我剛剛喝太多咖啡了 我現在有點反胃 它有點類似那種瑞士捲 裡面有慕斯跟一些草莓果凍跟草莓醬 蠻複雜的口感 但是還蠻好吃的耶 最下面那層就有點像發糕 來到法國一定要吃檸檬塔 但我說實在啦 法國的檸檬塔 要嘛就是甜到有點無法接受 要嘛就是 不是很喜歡 我就不是很喜歡那種太死甜的檸檬塔 艾蜜莉 愛吃的麵包店 哪一隻是艾蜜莉的麵包 是這隻嗎 我要吃的 艾蜜莉買的 兩個 我們來看 這蠻好吃的啦 但艾蜜莉是說警衛天人的麵包好像也沒那麼厲害 它真的是裡面有點巧克力 但我真的覺得有點乾耶 比較沒有那麼的鬆 難紮實耶 它吃酒的製度會很乾耶 反正呢就是一個追星的知名場景 一定要來嘗看看好不好 我們要吃這家 鵝肝跟松露的名店 法文真的太難唸了 就叫這個名字好不好 大家 上菜了 看起來超好吃 它是說鵝肝餃子啦 我們來試看囉 喔 很燙 哇 這個醬很厲害 很好吃耶 它那個奶味好濃郁 你看它這個餃子一片也是蠻大的 然後它就是裡面有包很像鮪魚罐頭的鮪魚 晚餐如果吃上一個這個的話 嗯 我覺得是還蠻幸福的一件事情 乾杯 我們要吃的Pera Hamas 這裡 啊 我很興奮 嗨 很好吃喔 我對它吃念念果果 好吃到炸掉這個 一個8.50 我一定要買 我們現在吃這家Pera Hamas 其實在台灣有店 然後它呢 其實在1996年的時候開了第一間 它14歲的時候 就已經出來做了耶 超強 嗯 很少吃到有果粒果醬的在裡面 吃太多馬卡龍 這第一次吃到 很像是用草莓果醬在裡面 但是這個應該是部分子啦 各位們不要只會點馬卡龍 一定要點這個千層派 欸 我只是念念不忘耶 它真的是我在這邊吃到最愛的甜點 就是上次的時候來吃啊 它裡面有一層很厚的醬 它算是咖啡的醬 它這中間有點類似慕斯 是那種咖啡口味 啊上面的話其實就是滿多糖霜的 那因為它是千層派 所以說它有非常多的 一層一層的 我們下一家要吃的這個叫做 肉圓的醬 來了 這是唐屎嗎 對 那旁邊這是什麼 它的那個泰式醬 好的各位 我就來吃吃看這生牛肉看起來 到底是如何 妳要吃薯條嗎 這好像是軟糖 咬不掉的軟糖 應該很好吃吧 它有調味 對 它有調味好像還OK 它味道算滿甜的 它是甜的喔 嗯 它是甜的 就是因為它有名我才來吃的 姐姐我可以吃看你一個那個嗎? 當然啊 我覺得我的很好吃喔 姐姐剛剛就有說 這邊還有生鮪魚 佩佩他泰式 好吃耶 這個泰式嗎? 我不太相信他是泰式 他說Sos Thai 他吃起來一點都不像泰式啊 就是番茄 蠻好吃的 說實在 說實在 我覺得吃牛肉可以來吃吃看 好吃的牛肉才有辦法做成生的 我們現在要走去吃 蝸牛 我看一下齁 我應該是要在這個地方等 蝸牛來了 這個叫做Esquaga 應該算是法國人必吃的菜系之一 他們在這裡 哇 我告訴你 法國人每天吃蝸牛的數量 是多到極致 在法國以前吃蝸牛 算是一個時髦跟富裕的象徵 所以說蝸牛的價格也 逐漸的往上飆 那我們話不多說快來吃啦 蠻燙的 看下一個微的時間 蝸牛餡生 好燙喔 加那個醬 淋在這個法國麵包上面 完美 蝸牛是什麼口感 QQ的脆脆的 它味道都蠻濃的 裡面有放油 外面奈陳其實有用一些羅勒葉啊 橄欖油 所以說它味道會非常的香 大家可以來吃看 我覺得蠻鹹的 我很喜歡 好燙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